傳說,當菲律賓魔杖練到一定的程度 日常用品都可以化成護身武器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嘩,報紙都可以? 報紙可以自毀?喬正夫日常測武器 原來傳說是真的嗎? 那馬上請喬老大和Andy示範一下 我們將18張報紙捲成棍狀 然後再用魔杖的正手斬法打斷這個木板 嘩,連4cm厚的木板都砍得爆 是啊,如果砍中我的頭也會暈的 等等等等等等,阿喬老大 但有起事上來未必捲得切那張報紙 那怎麼辦? 脫皮帶 脫皮帶? 嗯 首先摺平手腕 右手圈過他的手腕,左手向前推 無論是毛巾、胎或皮帶 都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那如果我又沒有皮帶又沒有胎 那怎麼辦呢? 電話你有了吧? 我們緊急的時候 一個電話其實都可以當反手短刀 但一個要點就是 手指一定要頂住頂的位置 這樣才可以用到那個力 哦,難怪這些Smartphone要出月牆了 如果你下雨天的時候 有把傘在手 就更加好 可以直接當魔杖使用 用魔杖的時候 很多時候 攻擊的首要目標 是對方拿武器的手 因為可以令對方的兵器脫落了 那你自己先在一個安全的狀況 這個概念在魔杖裡面 叫做剝蛇牙 沒錯,就是這樣 不是啊 那如果我留下 我遮都沒有了 那我現在怎樣 甚麼都沒有 那就走 大家都知道走 你真的知道怎麼走 假設對方右手 真的把刀插著你 那你會選哪邊走 我選對方的左邊 那你就錯了 如果你選對方的左手邊走 他的左手就可以控制到你 那別人就可以更容易攻擊到你 如果你走右邊的話 剛好你就站在對方外圍的時候 你可以兩隻手 控制著他拿刀的手 那你就會比較安全 一些容易逃離現場 那當然如果你有得選的話 當然有那麼遠走那麼遠 就算了 以上的示範 全部都經過很長期的訓練 才有這樣的效果 如果你沒有訓練過 千萬不要亂試 很危險 謝謝 謝謝